姐姐们,我是从山东一路自驾游 现在咱们游到了咱们祖国的大云南 哥姐们,你们看这个房子有点像哪里的建筑物 你们能看得出来吗 这边是咱们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村寨 这边它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云南的话是一个旅游城市 是一个旅游城市 它有这么大理、丽江、昆明、西双版纳 这些地方都是咱们来云南,必须要来旅游的地方 那么我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这个,就是丽江和西双版纳的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咱们祖国的一个边境线这边 在咱们祖国的最西边 这边是属于一个少数民族 那么我今天到这里来 我就是来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 民俗风情什么的 然后顺便来品尝一下他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当地的美食 看看我能不能吃的习惯 平时他们都喜欢吃一些什么东西 各界们,你们都是哪里的 你们都是哪里的 我呢,是山东那边一路自驾游 开了4000多公里 现在到了咱们祖国的最西边了 我呢,把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了 停在这个位置了 因为这边没有路了 没有路了,我看这边的景色非常不错 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花花草草 种了很多的水果 然后呢,我的车就停在这户人家门口了 我要不要去跟他说一下 跟他说一下 就是可能我的车停在这里了 会不会影响他们 我看这个门口做了一个小美女 应该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房子 等会我去问问他 跟他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看看他们这边的人 有什么这个怎么习俗 平时喜欢吃什么 好不好 看看他们这边的物价贵不贵 了解了解,可不可以 我看他长得挺漂亮的 等会我去跟他聊一下 然后呢 正好呢,我的车呢 也停在他们家门口了 跟他打声招呼 是不是 来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我呢,是从山东开了3000多公里的路 现在到了咱们这个大云南这边 那我去跟他们打声招呼吧 他们家人还挺多的 我呢有点不好意思哈 哥姐们你们,你们的话 帮我打一拨加油好不好 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美女你好 这个是,你好 我那是到这边来旅游的 然后呢,我的车啊 我不知道停在哪里 我就停在了你家门口 有没有关系啊 哦,没的事吗 你停吗 哦,没事的 哦,我是过来旅游的 哦,过来玩 哎,过来玩 对,过来玩呢 哦,你是老外地 我是什么 老外地啊 老外地啊 哦 那个 那个,你说我是什么老外地啊 呵,可姐们 他说我是老外地 你从外地过来吗 就老外地嘛 哦,就从外地过来的 在你们这边呢 就是被称为叫老外地 哦 哦,就是车停在你家门口 没关系是吧 哦,没的事嘛 哦,我呢也是刚来 然后呢 不知道你们这附近啊 哪里有饭店 我呢,肚子也饿了 想找点东西吃吃 哦,我们这里没有的饭店 哦,你们这附近没有饭店啊 哦,不定等会在我家吃嘛 在你家吃啊 那不方便 哎呦,那个 我也是听说你们这边的人啊 非常的热情善良 这没想到是真的呀 你做嘛 我拿水果给你吃 哎呦,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了 哎呦,这个小妹太客气了 我拿水果给你吃 切水果给我吃啊 你要不要吃这个 米多罗 这个是什么呀 米多罗啊 哦,米多罗是什么呀 你们老外地说的 波罗蜜 就是我们那边说叫波罗蜜 你们这边叫米多罗 哦,那不用了 这个挺贵的 不贵不贵 哎呀,这 哥姐们怎么办啊 我就是打声招呼 车停在人家门口了 还要给我拿这么多吃的东西 你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呀 啊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啊 这个是凤梨 我一起给你吃啊 哦,这个是凤梨 哎呦,不用拿了 找不到,到就不用了 不用了 找了去吃嘛 哎呦,这哥姐们 要不我就走吧 行不行啊 我看这边的人啊 非常的这个热情啊 我也没有带东西过来 啊,然后呢 也是第一次到了他们这边啊 这边房子啊 非常像那个什么泰国的建筑物啊 是不是 那个,哎呀 不用麻烦了 啊 哎呀 这个,这个不用拿了 不用拿了 哎呀 哥姐们给钱呢 给多少合适呢 你们说给多少合适啊 我这里有找到 哎呦,找到了 哎呦,找到了 我姐跟我说的 哎呦,那我坐一会儿 跟你聊一会儿 天,行不行啊 可以嘛,你坐 我吃不吃无所谓 我就想跟你们聊一聊 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的这个 民俗风情啊 什么的,一些文化特色啊 什么的,可以吧 这个学来给你吃嘛 哦,把这个削来给我吃 哎呀,你看你这个 这个这么大啊 你看,也挺费钱的 这个不值钱 我们是挤脚钱一斤 才挤脚钱一斤啊 这个这么便宜吗 嗯 我们那边好像要卖七八块 哦 你们那边哪个鬼啊 七八块 七八块一斤 你看在我们这边那么多的人吃嘛 这个就是不要了 那个小的就是不要了 不好吃的 小的不要了 那个是没熟吧 哦,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就不吃了 我们吃大的嘛 把好的给你吃 把好的给我吃 哎呦,这个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哎,那那个 我问一下啊 嗯,就是你穿的这个衣服啊 是你们这个本地的服装 是不是 啊,我们本地的服装嘛 哦,挺好看的 啊,好看 好看好看 我去过很多民族 你看我这一路走过来哈 已经开了有一万多公里了 哦 然后呢,去过这个三十几个民族 像什么西藏啊,拉萨啊 啊,那个苗族啊,啊,贵州啊 我都去过 你们这边呢,是我第一次来 哦,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 哎,但是呢,我每遇到的一个人啊 都非常的热情好客 啊,那个,我方不方便问一下呀 刚刚那个是你的那个另一半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 我还没有结婚呢 哦,刚刚那个男孩子 不是不是你的另一半 不是,那个是我姐姐的姑爷 哦,那是你姐姐的姑爷 哦,姐姐的老公是不是 哦,对 哦,那我要先跟他打成招呼 不要到时候他有意见哦 我的意见嘛,我姐姐都在哪里 哦,你姐姐也在那里的 哦,没事的 哦,没事的 就是我们来的太突然了 不要到时候你们家有意见呢 我就不待在这里了 哦,没的意见嘛 哦,没事,好,那就行,那就行 我们都欢迎你们到外面来刷嘛 我们这里也是小小的女友景区 就是欢迎我们过来 嗯,那挺好 你们这弄得挺漂亮的 哦,我们这里也是小小的女友景区嘛 也是算一个小小景区了 哦,那我方不方便问一下呀 嗯,我听说你们这边的姑娘结婚都挺早的 是不是 早啊,我们这边 十几二十岁就要结婚了 哦,十几二十岁就要结婚了 二十左右嘛,是不是 对 十几的话肯定是太小了嘛 嗯,二十多嘛 哦,那我看你应该有二十几结婚了吧 哦,我还没有,你看我多大嘛 你还没结婚啊 没结婚 哦,那你有没有那个喜欢的呀 也没有 也没有 那我看你应该也不小了哈 应该比我小一点 你看我多大嘛 我今年三十了 你比我小还是比我大呀 比你小 哦,比我小 哦,那哥姐们 你们帮我看看啊 这个小妹妹多大了哈 那我要是说错了怎么办呢 嗯,不对嘛 说错了嘛 没关系嘛 你猜对了等会儿 我给你拿几个这个波罗蜜回去啊 给你吃 哦,就是我猜对了 给我拿波罗蜜吃 嗯,我家很多嘛 猜错了呢 猜错了呢 猜错了就猜错了嘛 这个又没得吃 哦,猜错了也没关系 哦,那我猜你二十二十五到二十六岁呀 有人说 哦,你好厉害 真的啊 哦,我真的太厉害了 我二十五岁 二十六 哦,这一下子就猜对了啊 那不就可以免费拿两个波罗蜜了吗 哦,吃嘛 我们这里多得很 你要不要吃木瓜也可以摘 哦,就是还有木瓜 嗯 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种的是吧 哦,自己种的嘛 哎呦,那等一会儿这个木瓜好不好吃啊 哦,木瓜也好吃啊,甜得很嘛 哦,木瓜也是甜的 嗯 那个你现在是二十六 嗯 还没有结婚 哦,那你不是说你们这边都结婚挺早的吗 你怎么还没结婚呢 哦,我们现在寨子上的男娃娃少咯 你们寨子上面的男娃娃少 哦,那是出去打工了是不是 不是 也不是 哦,我们这边都不出去打工嘛 都不出去打工的 哦,你们这边都是在家里面干农活 哦,不出远门的 不出远门 哦,那你有没有出过远门啊 我也没出去过嘛 你也没出去过啊 哦,那那就是像什么大城市啊 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地方你都没去过啊 我去过远门啊 去过西双版纳 哦,那不算远哈 西双版纳在云南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出过云南 哦,云南我们都不出云南的 哦,不出云南的 哦,那那挺好啊 那个没出去过 嗯,那那我问一下啊 嗯,那个 你刚刚说的是你们这边男孩子比较少 我听说啊,你们这边是不是女孩子的出生率比较高啊 哦,对,我们在这 我们像我们家就四姐妹嘛 哦,你们家是四个姐妹啊 对 哦,就是你家是四姐妹 有没有哥哥弟弟啊 没有 哦,没有 刚刚那个呢,是大姐 哦,大姐 哦,你呢 你排老几啊 我排老二 哦,你是老二,二姐是不是 排老二嘛 你是老二 哦,那你有没有那个,哦,还有两个妹妹 哦,还有两个妹妹 他们是一天出生的 两个妹妹是一天出生的 哦,那一天出生的不叫双胞胎吗 哦,我们这边叫孪生姐妹嘛 哦,孪生姐妹 哦,孪生姐妹 那就是一个意思嘛 哦,差不多嘛 哦,也跟你一样嘛 长得差不多呗 哦,我们家 他们两个比较好看 两个比较好看喽 他们都在 那肯定很优秀哈 哦,还是比较优秀嘛 在我们这边 它是我们这里的宰花 花呀 那很好看哦 哦,现在在不在家呀 哦,他们跳舞开了嘛 哦,跳舞去了 嗯,可能等一会儿终于要回来吃饭 哎,我听说你们这边的人啊 都会能歌善舞的 是不是 会呀 那你会不会跳舞啊 我会跳舞啊 咋个不会跳舞 你也会跳的 我也会跳舞 你会跳那个什么 那个孔雀舞吗 孔雀舞 嗯,会嘛 孔雀舞是最简单的嘛 孔雀舞是最简单的 嗯 那你也会啊 会嘛,会点点 但是,非得我小美他们两个专业 没有你们小妹专业 嗯 那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 那个展示一下 你优美的舞蹈啊 对啊 就这样跳的 对对对 就长得跟孔雀一样的 嗯 还有我感觉你这个裙子啊 嗯 也特别像那个孔雀开瓶的那种 嗯 那个一个点一个点的 嗯,对吧 对吧 嗯,你们这边就是有孔雀吗 有孔雀呀 有 嗯,我们这边还有孔雀放飞 孔雀放飞 嗯 哎,就是你们这边啊 是不是 很多家里人啊 有人家自己也在养孔雀的是吧 嗯,有啊 哦,所以你们这边 孔雀在你们这边的话是代表的一个好的 这个 什么那个东西 是不是 嗯,对对对 我们这边孔雀都比较喜欢嘛 都比较喜欢孔雀 嗯 那我问一下啊 嗯 我听说啊,你们这边的姑娘啊 一般是不去外地的 对吧 那是一切咯 就是我说的是到外地去生活 就是可以上班嘛 不是到外地上班 就是常年在外地生活 就是假的你们外地可以 哎,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可以吗 那是以前 像以前的话我们就不可以 现在都哪个年代了 还不可以 现在也是 你像我 我是山东那边的 你也可以去我们山东吗 可以啊 可以去的啊 可以 可以去 那我问一下啊 那如果 我只是问一下啊 我不感兴趣啊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去的话 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要求啊 就是跟你打个比方嘛 嗯 就是像我们那边男孩子女孩子结婚嘛 嗯 一般的话要买个房啊 买个车啊 就是你们这边就是有什么要求吗 我们这边不要房不要车嘛 不要房不要车 房嘛我们都修了车嘛 我们这家摩托车也多得很 你的意思是房子有 你们家有就不用再买了 不用买嘛 你们这边是不买房子的 都是自己修房子是吧 我们这边都是自己修 都是自己修的 嗯 我说的是像这样子的 四个轮子的小汽车 我说的不是摩托车 这个车我们有钱就买嘛 摩托车就不买嘛 就是随便 随便 家里钱多的嘛 够你就可以买 不够的话不买也可以 我们没那么多想法 没有那么多想法 嗯 就是我看你们这边的人啊 过得特别舒服 每天呢白天都在家什么 乘凉晒晒太阳 你看都在这都在家休息啊 不干活的 我们这边挺热的 白天太热了 我们就是晚上搁家 晚上凉快 就是白天休息晚上干活 就是难怪了 你们这边的话 太阳紫外线特别强 但是我看你这个皮肤 也挺好挺白的 我一般的晚上才出门 你一般晚上才出门 晚上出去给干电话 那白天就是休息休息 那我问一下 不要房不要车的话 这个要不要啊 新意钱了 你们这叫新意钱是吧 那要给多少啊 这个看新意钱嘛 就是看新意了 就是给你爸妈的 就是给个一个万两个万 多么的是啊 看你心意嘛 给一个万两个万就行了 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意嘛 看新意 都叫新意钱了 肯定就看 那我跟你讲 我们那边呢 一般都是给二十个W 三十个W 你们哪边好有钱 哎呀也不是有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多 但是呢就是那么多 但是我看你们这边条件 也挺好的 你们这房子修得不错啊 还可以吧 我们这个房子是我 阿爸给我姐姐修的嘛 就是你爸爸给你姐姐修的 那我再问一下啊 就是你看 除了给一个W 两个W 那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那肯定还有吧 有啊 我们要打水牛啊 要买一头牛 那买牛干啥呢 我们还要老母猪 还要买老母猪 就是结婚的时候 然后杀来吃是不是 不是嘛 不是的 那个老母猪 我们可以拿来下窄窄吗 老母猪用来下窄窄 有什么寓意吗 多子多福 就是代表着多子多福 就是有好的寓意 那牛用来干啥呢 牛嘛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就牵着在我们寨子里面 走上几圈嘛 就是牵着牛 在你们寨子上走上几圈 就是什么意思啊 人家就知道我们家有喜事咯 都到我们家做客嘛 我看这个你挺好看的 那个也挺挺挺那个 挺好的一个人 哎呦 我想我们这边都是老姑娘咯 还好看 好看 我觉得你挺好看的 就是你刚刚说的是 你这个房子啊 是你爸爸给你这个姐姐修的 嗯 不对啊 那不是应该是你姐夫自己修吗 怎么是你爸爸给姐夫修呢 我姐姐姑爷她是外地的 你姐夫是外地的 就是你姐姐的姑爷是外地的 嗯 她是外地的呀 她在我们这边生活嘛 她说我们这边挺好的 就到我们这边来了 哦 就是她说你们这边生活好 就到你们这来了 我们云南这边四季如虫嘛 你也晓得 那不就是我们那边所说的 上门的姑爷吗 对啊 就是上门姑爷 哦 你们家是四个女儿 所以呢 就喜欢上门姑爷 哦 你要不要来吗 我要不要来啊 哎呦 你真会开玩笑 我能不能来啊 可以来啊 我也能来啊 来我们这边挺好咯 来你们这边挺好的 你来到所以给你修个房子吗 哪里好嘛 给你修房子啊 哦 给我修一个这样的房子啊 嗯 我只要人来就行了 人来就可以了 我能不能把我爸妈接过来呀 可以呀 人多嘛 哎呦 这个你们这边人还挺那个的 这个不是你说的算的 要你爸妈说的算 我爸妈妈是嘛 我们不管是哪里的 都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不管是哪里的 都可以来的 都欢迎的 都欢迎的 嗯 那那你说我像我这么 我年龄有点大了 我三十了 三十多岁哪算大 三十多岁还不大呀 不大嘛 我们这边就喜欢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就喜欢年龄大一点的 哦 那如果我来的话 也修一个这样的房子吗 给你修一个这个房子嘛 真的呀 嗯可以呀 不用我花钱吗 不用你花钱 要你花啥子钱 不用我花钱 那还有别的好处不 嗯 我们还可以给你分三分底呀 分什么 分三 哦就是给我山 焦树林嘛 焦树林 就是给山给地 给多少山呢 嗯 两座山嘛 底嘛 就给你给二十亩种水果 种母瓜 种蜜多罗 哦就是给两座山给我 嗯 然后呢还给二十亩地 就是种这个水果的 嗯 哦就是 那就是这个 这个种了这个水果 卖了钱 那是给我的吧 给你呀 哦给我的 嗯 那那 哎呦这个好事啊 这个是好事啊 那如果我问一下哈 那如果 如果我来了这个山根地 能不能过户给我呀 哈哈 山根地还能过户啊 我不晓得呦 我都没有说过 哈哈哈 我给你开个玩笑哈 嗯 就是我们那边房子 不是可以过户吗 嗯 然后呢我就想问我 你这个山能不能过户给我 这个我没听说过吗 山根地还可以过户啊 反正都是你 你还过啥子户啊 那是我的 我人在这里才是我的 我人走了不就不是我的了吗 那你就不要走嘛 我就不要走了 哎呀 这个 我要得问问 问问我爸妈能不能同意哈 哈哈哈 你可以问啊 我去问问啊 你问啊 那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吗 我觉得人挺好的啊 你觉得我这个人挺好的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那我跟你爸妈聊一聊呗 哈哈哈 哎呦 你自己去聊吗 我自己去聊啊 我有点害羞 你害羞啊 嗯 哥姐们同意啊 哎呀 这这这你们都同意吗 你们同意打个同意 来哥姐们想不想见我的 想见我的话扣个1 我给你们看看我长什么样 好不好 啊 有多少人想见我的啊 我呢 第一次到他们这边来啊 觉得他们这边的人啊 挺好啊 哎 你讲话我听得懂啊 听得懂啊 我讲你版纳话吗 讲的版纳话 嗯 就讲的你们这个西双百纳的话 嗯 那个人 有个人说他说啥 说天生一对 你都没见过我长什么样 你就说我跟他是天生一对啊 啊 这样子嘛 你们都扣1是不是 那这样我给你们煎个面 好不好 嗯 你在这等我一下啊 好嘛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去跟我直 那个我现在在做直播 你知道吗 直播哪个平台嘛 就是抖音直播 抖音直播 我们平时也看的 你也看的是吧 嗯 那你刚刚有没有刷到我吗 没有刷到你 那这样我去跟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见个面 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然后我再来找你啊 嗯 可以吗 我帮你去去 啊啊 行 那哥姐们 那个这样你们都想见我是不是 那等一会 哎哥姐们 我跟你们说一个 说一个说一个悄悄话 来我给你们先见个面 来准备 3 2 1 来给你们见个面 你们不要嫌我 嫌我长得丑 啊 那个来给你们看一下 啊 那个一直在跟你们聊天的就是我 啊 我我我第一次到这儿来 我感觉那个姑娘长得挺好看的 就是等会我要不要跟她 跟她说到 让她跟我去山东生活呀 啊 你们说我要不要 要不要让她去跟我山东生活 等会我跟她表白一下行不行 行不行 各姐们要不要 哎 我姐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先先不接啊 我不接 等下 这样子我等会 我感觉我今天有点一见钟情了 各姐们等会我去跟她表白 我看看她什么反应 好不好 啊 各姐们你们帮我看着点哈 看着点哈 啊 等会我去跟她说哈 我怎么跟她说 我就说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 你跟我去山东嘛 啊我喜欢你好不好 啊我30岁30岁 不是我姐怎么一直在给我打电话呀 不是我姐干嘛给我打电话呀 啊 呃 怎么一直在打电话 我接一下哈 我接个电话啊各姐们 马上就好啊 马上就好 呃帅哥吗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 哎 怎么又又在那个了 走我去我去跟她说哈 各姐们我去跟她说 啊 来 各姐们 那个 你看她哎呦 还在切啊 要给你切好吗 要给我切好 嗯 嗯 那个 哎呀这个这个挺大的一个哈 嗯 挺大啊 你都都给我给我吃了 你不浪费了吗 那会浪费啊 吃的东西比较浪费嘛 那个你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忘了 我姓玉啊 哦姓玉 嗯 叫小玉是不是 小玉阿姨都可以嘛 我想跟你说一个事行不行啊 啥子事 呃我有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酝酿一下好不好 啊 啊 各姐们我酝酿一下哈 我跟她说一下 不是我姐一直在打电话 我我给我姐回个电话 啊 这只是干 哎 她一直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我 我我在办正事呢 喂 喂 哎 哎姐啊怎么了 你可别提旅游了 你说你从二十多岁就开始旅游 你说你不考虑咱爸妈的感受啊 你都三十了 你就不行你找个 找个对象啊 哎呀这个要看缘分的嘛 是不是 咱妈天天在我耳朵边唠叨我 你给你弟弟说说 他们不听我们呢 你给你说 你给我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接 嗯 不是我 我正在办正事呢 我在办正事 我这现在在云南旅游呢 你看你看又跑云南去了 哎呀你 你我都出来几年了 你到现在还在管我这个事 你不管出去多少年 你这咱爸妈就是看着可以留家呀 你你得收出心了 你这样要爸妈放心呀是不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马上就给你找一个行不行 你别说气话你老是说气话 我解释给你正常 就好好拿个执行话嘛 你老是说气话 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找到女朋友了 你别闹 我催你是催你 你不能说刚刚上一秒没有 你这么早着了 对呀那找女朋友 找女朋友不就是一秒钟的事情吗 是不是 真找到了 找到了你不用担心了 我挂了 真的 真的 找到了你不用 你让我看看我游戏了 别看你看啥看呀 我才刚跟他在一起呢 刚在一起我看看呀 我开心呀 你看我都盼了这么些年了 终于有个救命的 我不得看看 我在做直播呢 现在没时间给你看 我直播 那我去找你给看看呗 都盼了这么些年了 他给他爸妈说他给你高兴毁了 都 那行吗 给你看一下 看一眼哈 我给你看一眼行不行 你看你小气的 一眼也行 一眼也行 那你到我直播间来吧 你来连我 行 你可得连我啊 行我连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嘛 就是我现在30岁了 然后呢 我有个姐姐 就是我有个亲姐姐 然后呢 我这几年啊 一直都没有找女朋友 然后呢 我姐姐她天天给我打电话 就催着我 就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呢 老妮就是老婆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我没有 就是我姐姐呢 一直在问我 她一直在问我 她说她说你什么时候找 我爸妈担心的很 然后呢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找着了 我就 哎呀 当时跟她说的那个急话嘛 嗯 结果呢她说非要 非要看一下 我这临时到哪里去找啊 你啥的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看能不能 能不能你就跟我姐见个面 就随便聊两句就挂了 好不好 不太好吧 哎呀没事 那个我姐好人好得很 好不好啊 那可以嘛 那你就帮我先那个嘛 把今天先过过去再说嘛 嗯 好不好啊 那个我我我 那就等一会儿 你就叫我姐 教一声姐姐好 好不好 好好不好 各姐们 那个你就帮我一个忙 等会儿给你发个大红包 嗯可以 行不行 啊 那个 来 啊 那个我我连一下哈 你记得叫姐姐好啊 说话客气一点哈 嗯 好不好啊 我把我姐连进来哈 嗯 等一下啊各姐们 哎呦今天害羞不害羞不害羞 没事啊 啊 那个等一下哈 嗯 我来我来连我姐 啊 那个 哎呦那个 哎呦我姐姐来了 姐 哎 来了 哈哈 那个那个 我在云南呢 哎呦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在云南 你刚才不跟我说了吗 我看那个姑娘在哪呢 姑姑娘姑娘 别看姑娘有什么好看的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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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来看姑娘来有啥好看的了 我就背着姑娘来的 呃姑娘在这了在这了 卡住了我看到你不动她呀 呃卡吗不卡哈 卡不卡呀 哎呀完了我姐我姐这个了我姐挂了啊 啊我姐挂了吗 啊发个红包啊发个红包吗 啊 啊 啊现在卡不卡哥姐们 那个我开个散热器吧 我这手机有点有点烫了 他们这边特别热 我们怎么很热哟 他们这边特别热不卡是吧 哦那这样嘛我让我姐重新看一下 你帮我帮我一个小忙嘛 可以不 可以不 你等会坐我旁边来行不行 嗯可以啊 啊不卡是吧 那这样嘛我再我再连一下我姐啊 我再连一下啊 啊 那个 那个等一下啊 嗯 嗯 来 我看一下啊 哎 徐墨卡不卡呀 现在不卡了 刚才我这边我在家咱老家山上卡 哦哦就是山上卡是吧 哎对对对 啊你还在山上呢 那山上你不在家 我不干活哪能行啊 哎呀你这个我的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我看看我就是背着姑娘来的 你说让我看一眼我这半眼还没看着呢 哎呀那那行那行就给你看一眼哈 你看你小气的我又不给你抢啊 不是这个看一眼就行了 那个那个 那个不是 这我怎么感觉这个视频一卡东一卡东的呢 你那边卡不卡呀 我看到你那边也是有的一卡东一卡东的 哦可能这个手机有点发烫啊 我散热器开了 来这样吧给你看一下 哎呀是你就放心吧 以后你就别管了哈 我给你看一眼以后就别管了哈 看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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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激动了这会儿 那那你把摄像头打开吗 哦对对对 你看我我我我给激动了都忘了 啊 来来把摄像头打开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会儿能学这会儿看到了看到了吧 对对对我看一眼看一眼 呃那那那那来呀 那那那来呀好来一下 那姐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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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啊啊啊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